好 各位同学 老师要跟你介绍 我们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一个解方程式的工具 首先老师跟你介绍你先打一个叫做Mess 然后Sever就数学解题这个工具 这是Microsoft出的 你只要用Mess Server这个软体 然后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同学你这里可以选择就是变数的求解 那变数求解这里 你这边就可以打方程式进去 那我现在随便以课本一题例子 假设我现在解3X加上4Y等于23 好 你要换第二行 请你按住Shift键再按Enter 然后你就变第二行X-2Y等于11 好 当你完成之后 你只要按Enter解题 那解题这时候 他就会自动帮你解 像他解出来X就是9Y4-1 好 那他也帮你画出的这一个线性图 那你要看代换的方式步骤 或是用代入消息的步骤 你就点这个边 他就告诉你这是这样子 然后他的算法怎么样子代换 怎么样子替换进去 然后最后怎么求出Y4-1 然后再带回去得到X-49 他就会有一个详细的步骤 教你怎么使用 所以同学你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把方程式打出来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方程式打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老师再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如果我想要 换好把它删掉 好 我现在我上面要如果打1 3 所以1除以3 然后X 然后再减 然后这边再按减 减掉1 2分之1 所以1斜线2 然后再打一个Y等于1 好 然后换下一行你就按Shift加Enter 他可以换下一行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3X-Y等于16 好 然后确定完之后这个不要 好 我就到最外面这边来按Enter 他就开始把你解方程式 那如果你看很快就算出来了 62 然后你要检查步骤 在这里地方就可以直接做计算